1659年,正成功北伐南京失败后,元气一大伤,只好退匪南方,坚守金门厦门两个弹丸之地。 此时,蜻蜓实施海禁及迁戒政策,封锁沿海地区,禁止海上贸易,并强制沿海居民内迁。 正成功面临了严重军量不足的问题。 恰在此时,一位名叫何彬的台湾汉人经济官来投奔正成功。 何彬,原是郑志龙的同乡及部下。 郑志龙归降明朝后,他留在台湾积极学习荷兰语,被荷兰人任命为通义官。 后来因侵吞供款,并与商人有财务纠纷,不得不潜逃至厦门。 他将台湾岛岛内各方面情况,特别是荷兰人兵力部署情况,详细告诉郑成功,并献出大远附近航海图。 他力劝郑成功攻台,说台湾田园万勤,卧野千里,使人耕种,可以足其时,尽可攻,退可守,若得此地可以雄其国。 郑成功为之心动,刚好不久前进攻南京失败,继续寻找下一步之路。 于是排除众部家们之极力反对,决定攻取台湾。 所以反攻大陆消灭情绪,转变为东正台湾消灭合围。 行前,他发了一篇文稿,表明他还是怯念中心,去台湾是战时性,是要养精蓄锐,绝非贪恋海外苟延安乐。 郑成功把金门、厦门两地盘托儿子正经留下把守。 本身于1661年4月21日,农历3月23日,青帅将士2万多人,战船数百艘, 自金门料楼湾出发,占领了澎湖,停留数天后,直闭台湾。 台江内海的西方由北线为岛,该岛南北各有一航道, 为船队进出台湾本岛必经突如,南航道水路宽且深, 各种船只进出容易,河军在此戒备伸援,正军根本不可能由此通过。 北航道叫做鹿尔门,水道狭长曲折,平时水浅滩多, 大船舰根本无法通过,因此河军并未派兵把守, 但是在战大潮时,却变成可航行大船之航道。 4月30日,农历4月20日这天,据说郑成功船队开到鹿尔门外海后, 为了鼓动士气,与船头设相安,祈求马祖保佑。 祝告完毕,果然马祖显灵,潮水大战, 郑成功子船队与大悟中在河军级渔民相岛下, 顺利渔冠开过这鹿尔门航道。 突然出现在台江内海, 大约今日台南市永康附近抢滩头登陆, 河军错不及防,吃惊飞浅。 为了感谢马祖显灵驻站之恩, 就在港口旁,新建了一座马祖宫, 后来扩建为鹿尔门天后宫, 常年有大批男女信徒, 从台湾各地前来镜像膜拜。 登陆后的政军立即沿着海滩和刺坎北面扎营, 搭起上千个白色掌棚, 接着前锋部队进站刺坎街, 包围普罗明泽城, 切断普罗明泽城与热兰泽城间的水路与陆路交通。 第二天5月1日,河军反扑, 从陆上及海上主动出击, 两军击战, 政军大大挫败河军, 迫使河南方面与次日要求与政军和谈。 郑成功同意。 5月3日, 双方在刺坎谈判, 郑成功强硬表示, 河南人必须交出城堡及领地, 否则重新开战。 谈判无结果。 此时, 普罗明泽城被政军紧紧包围住, 水源被切断, 城内兵力薄弱, 粮食为少, 河军陷入极端恐慌错乱之中, 只好献成投降。 登陆的第七天, 5月6日, 政军就接受了普罗明泽城, 完全控制了刺坎地区。 郑成功改刺坎地方为东都明京, 设一府二县, 就是承天府, 天兴县与万年县。 首战普罗明泽城告捷后, 郑成功把目标转移至对岸子热兰泽城, 由海陆两面围攻热兰泽城, 迫使荷兰放弃大元世界。 郑成功试图威胁荷兰当局投降。 5月24日, 派遣原本在麻豆社传教的牧师和布洛克为使者, 进入热兰泽城劝降。 不料汉部洛克进城后, 反而劝城内守军不要投降, 坚守到底, 等待巴达围绕援军之到来。 荷兰长官奎一, 于是回信给郑成功, 强硬表明绝不屈服。 由于汉部洛克的妻子及女儿, 仍然在政军中当仁子, 因此他不顾所有人之挽留, 依然飞到阵营赴死。 郑成功于是于5月25日下令强攻。 由于热兰泽城的防御, 远比普罗明泽城强大, 且地势居高临下, 核军击溃了郑军, 郑军死伤惨重。 郑成功决定夺取台湾最主要的缘云之一, 就是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 他到了台湾之后, 粮食的节纪一直是首要工作。 郑成功见热兰泽城异守南宫, 于是决定改强攻为长期围困。 6月, 郑成功就派出大部分的军队到南北各地屯田, 完全投入开发生产, 以解决大军粮食供应问题。 当时一位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土地测粮食, 曾记录下此时政军的困境。 他说, 每个将官手下有一千多人, 在三角和只要能开垦的土地上, 就有每一两百人为一群, 很认真的在跟踪。 他们种很多番薯, 每个角落都被用来跟踪, 连道路也不例外。 极度缺量及风土病的问题, 始终纠缠着政军, 造成许多士兵死亡及逃亡。 荷兰巴达威亚总部, 得知郑成功攻打大员, 公司惨败的消息后, 非常震惊, 立刻派舰队援助大员。 八月中旬, 舰队抵达大员港外, 荷兰守军士气大震, 不过海上风浪增强, 舰队不得不前往澎湖避风, 九月初又返飞大员。 九月十六日, 和军主动出击, 展开了激烈的台江内海海战, 政军虽史上不少, 但最后大货全胜, 和军遭受重创, 至此无力再主动出击。 十一月, 清朝靖南王耿济茂 写信给大员长官奎一, 提议清和结盟, 先扫除厦门政权, 再一同肥施台湾。 大员评议会认为 这是最后的机会, 于是派船舰 再精兵前往福建沿海。 不料当舰队抵达澎湖时, 却借口避风而停下来, 后来干脆返回巴达维亚。 大员当局得知舰队逃走, 士气非常颓伤, 尤其金粮军火器粮食 被载走不少, 使热兰这层更加艰困, 开示有荷兰士兵为求佛名, 向正军投降。 其中, 有位德籍士兵, 逃至正军营中, 提供情报, 向正成功报告说, 热兰这层内, 守军疲惫不堪, 战死, 饿死, 病死颇多, 战斗力薄弱。 又说, 强攻浙兰这层损失较大, 而位于城南部远之乌特勒之山丘, 约今日安平公务。 第四, 居高篱下, 战略地位至关重要, 至此炮空热烂这层, 不难攻破核军防线。 正成功得此情报后, 于是调整部署, 集中兵力, 组织强有力的佛力王, 于1662年1月25日, 从东南北三面, 炮轰乌特勒之调堡和热兰这层, 几乎将乌特勒之调堡移为平地。 当天下午夺下调堡后, 郑军居高临下, 至山丘上猛轰城内每个角落, 此意彻底瓦解了热兰这层内守军的士气。 两天后, 1662年1月27日, 大院平议会决议放弃一切抵抗, 要求停火。 2月1日, 大院长官魁一, 在投降协议署上签制。 2月17日, 魁一率领八艘船舰, 载了两千荷兰人出航离开台湾, 结束了荷兰人在台湾38年的殖民统治, 取而代之的是郑成功所建立的台湾第一个汉人政权, 正是王朝。 大院末代长官魁一, 因台湾的失线, 被东印度公司审判, 流放于印尼一小岛八年。 释放后, 与朋友共同出版, 被遗物的福尔摩沙一书。 为自己辩护, 谴责巴达维亚公司代付职守, 使他孤立无援而失去了台湾。 苏中, 说到郑成功要来打台湾之前, 岛内汉人如何不安, 唯恐他带来的军队, 会抢夺大量苗石, 畜生等来供应军事。 许多汉人纷纷要逃亡。 书中还描述郑成功的部队, 登陆台湾后的暴行, 屠杀荷兰人, 强暴妇女等等无所不为。 此处为后代留下宝贵的资料。 奎乙子第十四代孙, 曾于2006年来台访问, 游览安平等地, 并记事郑成功, 感念三百多年前不杀先祖子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